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门体育会从8月19号到8月24号 遗失在金门举办 参赛人数多达3000多人 开幕典礼贵宾云集 开办40年来 中华民国111年秋季体育活动联合竞赛 今年首度遗失到离岛金门举行 几乎全台21县市都有派员来参加 人数多达3000人 开幕典礼现场贵宾云集 前总统马英九也道成力挺 体力就是国力 强国必先强生 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不但能够使人体魄健康 也可以使人心情开朗 并且活化大脑 我们不是东亚病夫 我们是东亚壮夫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基隆竞技选手包括由市议员秦真领队的锤球队 及于贯隆理事长领军的慢速累球队以球交友锻炼出更加的体力 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台湾去秋季运动会第一次一次到金门 我看昨天来班机都客客客满 而且环店也都客满 这个可以带动地方账 而且也带动金门的运动风气 我希望说我们基隆的9月3号也是一样 我们的基隆的换店跟所有的餐厅都满了 希望多半这种大型的活动对地方增加体育活动的亮度 而且也带动地方经济双收 我希望说我们下届市长不管是谁也要大力来多半建议活动 促进鸡鸿光光 而且提升签名运动健康 希望不只滚倒带动运动的风气 也要让我们离岛一起把他带动起来 这一处感谢县长以及唐理事长的支持 才有这一处办得这么成功 而全国县市体育会联合会会长郑景周易行伦 也在金门体育会理事长唐立辉等人的陪同下 到县府拜会金门县长杨振武 让这些相关的活动赛事在进行乍根 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乐见 所以特别感谢我们政经县长 这个活动也要特别谢谢郑景周理事长 长期对我们县市体育会 前面运动的努力跟领导跟付出 主办单位相当用心 准备了观摩项目及竞技项目 期盼透过秋节运动会 可以让各种项目在金门扎根 郑理事长欢迎全台好友 9月3号到基隆来参加万人健走活动 一起走出健康 同时体验基隆魅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暖暖幸福华城社区 因为未处高地管线老旧 原本漏水严重水费高涨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提出 三方协议的创举之后完全改善 如今让居民直呼 幸福华城真的变得很幸福 那经过议员 然后市长最后的拍定 哇我们现在真的 真真的 幸福华城 大家都幸福了 大家都幸福了 一看到基隆市长林又昌 幸福华城社区居民频频道谢 因为困扰住户多年的漏水及水费暴涨问题 终于解决 让居民直说现在真的是幸福的社区 市长就把我们争取就是修这些的经费 我们分清付款 目前也都分完了 都付清了 所以目前水费就变得很便宜 就很节省 最主要是不浪费水 最主要是不浪费水 省掉那个水费省掉将近一半以上 有一千多户住户的幸福华城社区 过去因为管线老旧 又常因车辆经过年压经常报馆 每天漏水多达一千吨 金融市长林又昌因此提出三方协议的创举 由金融市政府与自来水公司及社区居民 共同合作进行输水管线 加设施及配水池改善 林又昌更决定以第二预备金 支应部分工程经费 大幅降低居民的负担 也让幸福华城社区成为全国第一个 解决高地供水问题的示范社区 当初是用市政府的第二预备金 出了九百万元 然后跟自来水公司签订契约 还有我们住户 大家也同意 这个代操维护的费用 之后来做摊提 所以这个是形成一个 我们解决金融市高地漏水 跟高地供水问题一个新的模式 这个新的模式呢 我们幸福华城是示范的案例 后来这个示范的案例 变成行政院在处理全国各县市 高地漏水或者是高地社区供水问题的一个示范案例 后来变成全国一体试用 立法院蔡世英更发挥临门一角 要求行政院制定老旧高地社区用户加压受水设备改善计划 由政府负担八成住户只需负担两成 用解决漏水利的方式 由中央经济部的水利署出部分的经费 配合地方政府跟水公司的合作 以及住户出部分的经费来解决跟改善 所以各位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年来 这两三年来 有陆陆续续许多的社区开始在推动 封闭型社区的高地供水的改善 那如果不是我们长期这样推动的话 各位常常在新闻这边看到 又是哪个社区没水 哪个社区报馆 然后社区的住户跟主委 这个教苦连天说没有人来理他 水公司也说我的公权力没办法介入 因为都是私人的产权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 水公司方面表示 幸福华城高地供水改善工程经费 一千三百多万 二十年代操作费则需两千三百多万 不过在金融市政府支应部分经费 再加上二十年逐年摊提下 幸福华城社区居民每户每期只需负担 二十六元的代操作费用 这样核算下来每个用户 概率就是每期就是两个月 分担二十六块 这个二十六块会在水汇 随这个水汇来征收 不仅解决漏水问题 金融市政府公务处在社区进行污水干管工程时 一并改善路面品质 经费更节省 等于是一举多得 解决了自然水的问题 然后也把污水下水道的管线 也把它铺设了 另外就是过去长期以来 马路坑坑洞洞的问题 烂路的问题 一并做了解决 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的经费大概减省了 大概四分之三的一个经费 对于金融市政府方面的努力 当地市员连恩典及林敏勋 也非常肯定及感动 一千吨每天都一千吨 基隆市的游泳池你们知道够大吧 一天一千吨将近三个游泳池的大 你知道那个水多少量在社区里面跑 所以市长那时候真的体谅 这样子的环境是非常危险 那后来坚持 也同意第二一月已经能够来先拨用 把这个事情解决完 这个高低供水的这个经费可以这么顺利 然后让这次换完之后 不只是刚才市长讲的 不只是水管的更换 那我们这个污水管的部件 那整个马路的铺平 那除了解决一下安全的问题之外 其实让我们这个马路的舒适度 也非常的好 那其实我们上来其实 在开会跟各位这个每个住户 其实大家都是 柳长表示在立法委员蔡世英居中协调多次办理地方说明会下 包括美之国及中央台北社区预计在今年底可以完成高地供水改善 另外还有三个高地社区正在进行规划 希望在三方共同合作下能彻底解决基隆老旧社区高地供水问题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为了协助街友重返社会 知名作家林立青创立公司 带着无家者到各地清洗校园获得好评 基隆市议员同职委 特别邀请产官学界举办座谈会 希望号召企业支柱这项清洗工作 在工作人员技术纯熟的清洗下 原本有黑的阶梯瞬间变得干净 由这名作家林立青创立的游喜社创 近年来带着无家者到各地进行清洗工作 目前已经帮基隆市厕所学校完成校园环境清洗 基隆市议员同职委因此邀请产官学界举办座谈 透过林立青的案例分享 希望鼓励企业资助这项清洗活动 帮助学校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 也能让无家者有工作机会 建立自信重返社会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典范 也是一个善的循环 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让街友重返社会 过去街友在社会上都有被贴上刻板标签 就是说他可能是败坏势容等等的 可是其实街友他们面临的困难 包括身心灵家庭的功能 其实我们没有去了解他 所以我们有机会透过来打扫校园环境的模式 让他们有机会重返社会建立自信心 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善的循环 那非常感谢我们社会处吴廷峰处长 以及教育处杜国阵处长的支持 我想透过跨局处的平台来整合 我们会有更多的街友受到帮助 辅导无家者提供校园清洗服务的做法 也获得知名企业万事达金流的响应 特别资助开学前在成功国小的清洁活动 让学校方面相当感激 我看到这个林立青这位作者 他对这些四龙还有以及街友可以串起来的一个 就业机会跟改变四龙 所以我看到非常敬佩 那过去以往也一直想要有机会 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街友救援的一个行动 但是今天我觉得已经有人做了 我们就揭竿起意 一起来创造这样新的社会文化活动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基隆的环境是属于潮湿多雨的 那所以校园的地面呢 常常都是长青苔啊 然后污垢啊 非常的严重 那有清洁公司呢 来帮我们清除这些污垢呢 其实对于校园的环境安全 那学童的活动上面的安全呢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其实很多学校都需要这样子的服务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廷峰也认为 对无家者来说 最需要的就是重建社会人际连结 不再逃避现实生活 每和提供工作机会就是一种好的做法 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给街友一个技能的一个训练 那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自我肯定 那同时呢 借由对整个校园的一个清洗 能够让整个校园的一个干净安全 然后整个整体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提升 然后还包括整个街友 他自我的一个肯定 能够多盈 能够共好 立法人蔡市应服务处主任 李明志也特别出席座谈会 力挺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同志委表示 目前已经有多家企业表达赞助意愿 如果学校有清洗需求 都可以与他联系 他会紧速梅壳 让善的循环不间断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基隆市政府规划在8月28号举办朝静海湾节 睽違两年的帆船赛事 基隆与绕岛赛重磅回归 将搭配摇滚音乐剂和海鲜啤酒节 带领民众感受海洋的魅力 奔利拉的绳索将风帆张开 乘风破浪即使在海面上 一二三 为即将到来的基隆雨绕岛赛 卯足全力加紧练习 二一 请起动 二二二 基隆朝经海湾节 反复反活动 正式起动请展示 虽然外头下着雨 但对于面临缺水基隆来说 似乎是好消息 丝毫不减帆船选手参加的热情 海湾节特别有帆船赛 目前还在报名当中 那今年我们为了增加活动的亮点与精彩度 我们特别邀请了YouTuber 来当我们的总指队 所以说今年除了 这个热闹非凡的选手队之外 我们还有这个YouTuber所组成的总指队 会来参加我们朝经海湾节的帆船绕岛赛 精彩可及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参与 帆船的话是因为如果一下雨的话 会造成风会变小 那动力会变慢 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帆船的设计上面的话 基本上在七级风以下的话都OK的 所以就算下雨天对帆船也影响也不大 因为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我们很难说不遇到天气不好下雨的时候 所以虽然今天下雨 但是我们觉得玩的还是很愉快 今年的活动着重在曹海洋曹渔村 及曹音乐三大主题 就用区域会推出了限定美食 邀请新民众 由雨凡同音或同志的民众 都可以免费喝到限定的漂浮啤酒 让我们2022年的朝鲜海湾节 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踊跃来参加 除了我们活动非常的精彩 除了有这个曹摇滚 那有邀请相当多的知名歌手及乐团 到我们这个曹靖湾来做演出 那同时我们也跟愉快合伴 大家最期待的这个海鲜啤酒节 我们特别跟曹摇滚这边来做合并 所以今年的听音乐 喝啤酒吃海鲜 就是整合在一起 另外这个还有我们这个SUB的体验 等等许多系列的活动 都在我们的曹靖海湾节 那我也非常感谢海委会 还有我们台电 在这过程当中一直做相关的活动预算的支持 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 光靠基隆市政府本身的预算是不大够的 响应政府的防疫新生活 希望透过比赛让更多人看到基隆与之美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导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进来啊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 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中家宽评 由于传出中山区复兴路212项五弄巷口 因为有房屋建案 必须依法施坐人行道 才能取得使用执照 但是施坐人行道 就必须把旁边周遭上千户居民 使用30年左右 长约20公尺的道路封闭 将造成当地交通堵塞进出不便 这个问题也让当地居民炸锅 当地居民群情激愤 因为这段长约20公尺左右的道路 如果被封闭 将会让他们的车辆进出 变得非常不方便 风起来很不方便 不方便 这么多年都已经就这样走 这是因为传出中山区复兴路212项五弄巷口这里 因为房屋建案必须依法施坐人行道 才能取得使用执照 但是施坐人行道 就必须把旁边周遭上千户居民 使用30年左右 长约20公尺的道路封闭 做人行道 阻断两条平行道路连通循环 将造成当地上千户住户交通堵塞进出不便 这个问题也让当地居民炸锅 包括基隆市议员宋伟立和张炳君 以及当地德河里长曾慎为都反对这样做 蛮头痛的 就是整个路要把它封起来 因为那属于私人的土地 但问题是我们的法令不是有规定 只要我们继承向到经过25年 不管你私人或公家的 就是要让民众通行 那为什么100 我刚刚有看到那个 他公务处那边有说105年 105年他上面有写的意思就是说 要把这条路封起来 但我觉得这样很不合理啊 那我们也要求是政府有两个前提 来去作为主则 第一个就是我们五弄 是绝对不能作为人行步道 不能去影响到我们通行空间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在合法的情况下 尽速让我们这个建案赶快拿到实用执照 让我们统一新城的发展可以变得更好 那未来的话我跟宋伟立宋议员 我们也会来共同来去办协调会 并召集我们市政府的各部门 大家来共商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来让我们统一新城 让我们得合以这边发展也变得更好 全部都是表达反对这边 坐人行道封路的这个动作 因为这个对我们的交通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希望市政府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来帮我们做一个比较好的处理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也特地邀集主管单位 基隆市政府都发处和公务处人员前来会刊 寻求解决的办法 不过依法要解决难度非常高 会把居民的意见带回市政府讨论 规定里面可能要配合一些监管的法令 去施作这些人行道 这个部分因为民众是希望说 能够维持现况是作为道路使用 这个相关的部分我们就会带回去 再做一个研议 不过在法令的规定上 我想我们大概也不能去做逾越 大概是先做这样的说明 因为目前我们这块地在民国65年 它就是住宅区 那目前在认定方面 它不是既有相道也不是原有相道 所以目前是没有公用地义关系 因此回到住宅区的规定 邻居建筑线的部分 必须要做三米六十四的五正人行道 那后续如果说这块道路 它可以认定成公用地义关系 那当然就不需要依照住宅区的规定 退到三米六十四 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还是要回到建筑住宅区的规定去设置 包括其他市议员参选人 以及里长参选人 也都前来了解或是声援居民 最后在市议员张炳均和宋伟立协调下 将在约定时间和市政府相关单位 进行第二次的延商 寻求解套的办法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就业中心将在8月24号下午2点到4点之间 在六堵分站办理联合征财活动 邀请10家优良厂商提供265个职缺 欢迎想要求职或是转职的民众踊跃参加 而基隆市就业中心也已经在8月19号 以及20号连续两天 应永联物流开发台北园区的邀请 第一次共同合作成功举办联合征财活动 基隆就业中心将在8月24号下午2点到4点之间 在六堵分站办理联合征财活动 邀请10家优良厂商提供265个职缺 欢迎想要求职或是转职的民众踊跃参加 而基隆就业中心也已经在8月19号以及20号 连续两天第一次应邀和永联物流开发台北园区合作 直接到位在新北市瑞芳区的永联物流开发台北园区 成功举办由8家优质厂商总共释出172个职缺的联合征财活动 后面也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厂商 有在为各自的职缺做一些介绍 那当然也希望疫情过后 流业的发展能够吸引到年轻朋友 尤其是年轻老公朋友的这些注意 也能够为下一次我们未来的合作来做推进 那这是我们第一次把这样子的活动 跟我们园区的客户联合拉到这一边过来 那第一个也是希望可以让不同的人才 看看这个里面的就业环境 包含我们这边的餐厅 其实是员工中午早上可以休息的吃日 那工业风的这一个环境 其实也显示了我们在设计整个人区的时候 对于人才在不同生活工作用餐休息时候的需求 我们也希望可以照顾到 一个职缺的准备人分 或者外游啦 或者是做一些仓职 那也有行政管理 也有机械的维修 那甚至还有一些运输 那所以种类非常地多 那这个物流共和国理议呢 其实也是希望说我们的 不管是转合或是求职的这些朋友 可以更加了解到 物流的这个产业 其实它的人才吸收是非常多面向的 双方面都表示受到疫情影响 物流业更受到外界的重视 未来基隆就业中心和永联物流开发台北园区 将更加密切合作 没合更多工作机会和职缺 同时也为物流共和国内的厂商 找到优质的人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日前基隆检警货报 有一男一女因为基欠债务 被人蛇集团以高薪诱惑 拐骗到柬埔寨 从事诈骗工作 其间被害女子的男友 手被上铐 受伤化农 采用脸书向家属传讯求救 警方根据情资 查契到两名人蛇仲介 移送法办 男子向亲友求救 表示自己遭到拘禁 双手上铐 已经流血 利用定位告知亲友 自己在柬埔寨的位置 基隆一对情侣 前往柬埔寨工作 惨遭人蛇集团控制 还威胁要摘掉他们器官 向家属勒索赎金 基隆警方接获 宜然警方通报 发现这对情侣 自搭乘一辆休旅车 前往机场 群线抓到两名嫌犯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访查出境柬埔寨国人家属 发现 辖内有一男一女 疑似因为基欠债务而受高薪诱惑 前往柬埔寨打工 期间多次传送求救讯息给家属 表示行动受到限制 甚至有被转卖 上手铐受伤的情形 本分局接获此情之 立即与本局刑事警察大队 共组专案小组 在掌握了嫌犯的身份 及相关的犯罪试证 立即报警 基隆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 顺利执行两嫌道案 寻后依人口贩运防治法送办 警方调查 两名嫌犯说在这对情侣 前往搭飞机 还帮忙办护照和买机票 从中获利10万元 并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并将持续追查其他共犯 警方在此呼吁 近期国人受诱骗出国打工情势 被害增多 警方会将每一个被害的案件 视为重大刑案侦办 也运用各式的侦查能量 持续追查其他共犯 及犯罪的首脑道案 并将运用各项资源 及刑事法律救援 被害国人返国 目前这对情侣还受困在柬埔寨 家属和警方已经透过外交部 全力展开救援 只希望各界积极救援下 两人能够尽快平安归来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导 台北市南港分局日前在追查毒品案时 巡线向上溯源发现 不少要头都会到新北市中和一处洗车厂光顾 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洗车厂的老板就是毒品供应商 一举查获摇头丸和K他命等毒品 南港分局同德派出所持搜索票 前往中和一家汽车洗车店 茶器黄姓男子 涉嫌在大台北地区贩售摇头丸及K他命毒咖啡包 供不特定人士使用牟利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同德派出所 日前应侦办毒品案 得知昵称奇某之黄贤于大台北地区 涉嫌贩卖第二三级毒品 供不特定人士用牟利 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案经多日跟迁埋伏 发现黄贤长期以中和一处洗车店 作为据点判售毒品 于日前见时机成熟 持新北地方法院搜索票 于该处起货第二三级毒品等犯罪证物 犯贤会以逆物证 将摇头丸藏于洗车工具桶内 企图规避警方查器 请警方地毯市搜索中查购证物 警方调查黄姓嫌犯为了躲避警方查器 长期以中和一处洗车店 作为据点涉嫌犯毒 为了躲避查器 嫌犯将毒品藏在洗车店的工具桶内 警方总计收出了123公克的毒品 和分装相关工具 全案征讯之后 依违反毒品危害条例 移送清北地检署侦办 记者黄少民台北报导 感谢您收看庄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据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 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 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其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 阿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妇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 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